房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已经三四天了 早上一睁眼发现媳妇早已经起床开始收拾东西了 我的房车里有三张床 我们两个人是一人一床睡觉的 这样不仅睡得舒服还能互不打扰 不得不说在贵阳找一个方便停车的地方太难了 由于要在这个位置等快递 所以说跟他们的老板沟通之后把车停到了他们的私人停车场 虽然说老板很热情 不仅让我们停靠还免费的给我们用水电 但是不能老打扰人家 也影响人家做生意 所以我们决定今天继续出发 担心接下来停车的地方才够不方便 所以说在出发之前骑着小电动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点菜 把买回来的菜放到冰箱里 这样就足够我们吃个三天五天的了 经常有朋友问我行驶的时候电动车是怎么带在房车上的 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房车背后的摩托车架 停下来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驻车之腿 出发的时候把后托车收起来 再把摩托车架升上去 就可以完美的固定摩托车了 房车在行驶过程中 这样测了拓展 还有这个电动踏步是都要收起来的 好了 这样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出发了 拜拜 有机会咱们再见啊 打扰了好一天 感谢感谢啊 特别感谢 走之前和主任打成招呼道谢 然后咱们就准备出发了 接下来找一个风景优美的房车行李 去补给两天